Bonjour tout le monde 然后另一个原音呢是 另外我们也复习一下 这几个这几组 另外我们也复习一下这几组 清卓辅音 还有 小舌音 好 我们先从这个 开始 我们之所以用一个 这样一个符号 来表示这三个不同的 是因为这三个 虽然发音的方法 是有一些不同的 但是它们的共性 大于它们的不同 那么我们怎么去区别 这三个音呢 大家注意两点 一个是这个 这样的这个 它在单词和节奏组合句子里面 永远都不会 在重音的位置上 所以发音的时候呢 这个呃是比较放松的 它对口型的要求呢 也没有这两个音那么的严格 只要略微的 这个双唇突出 略微的突出成圆形就可以了 口腔肌肉呢 适当的也比较放松一些 呃 那么第二个要求 也就是说 那么这是 这个小呃和另外两个呃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 这两个音 一个是闭口的呃 开口度比较小 呃 一个是开口的呃 那么两个音的共性是 呃 都是圆唇音啊 都要 呃 把这个 呃 双唇要突出啊 成圆形 但是这个呢 闭口 开口度小 这个开口度大 另外呢 这个开口的呃 它既有圆唇的特点 啊 因为要突出成圆形啊 呃 也有扁唇的特点 所以当我们摆好 圆唇呃的位置以后 我们嘴角呢 又要向两边稍微的拉开一点 发成呃 呃 所以我想这三个呃音呢 大家把握这两点就足够了 好 跟我读一下下面的几组单词 这个练习我们也可以竖着读啊 去体会一下同样的圆音和不同的辅音放在一起以后啊 它发音的这个效果啊 好 下面跟我读一下这两个包含呃的句子 il est quelle heure 几点了 il est quelle heure il est 连音 很自然的连起来读 il est deux heures il est deux heures 两点钟了 de后面的x 原来不发音 但是要和后面的原因连起来读 叫做连颂 deux heures发成字音 il est deux heures il est deux heures 好 下面这个练习呢 是区别呃和欧的一个练习 我们更加要重视的是呃和欧的区别 因为这两个音 它有区别语义的作用 也就是说 比如说b和bo 这个b如果把呃发成了欧的音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词 另外一个意思了 所以呢 这两个音的区别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关注 好 那么跟我读一下 e o be bo fe f 好 好 这是两个开口的 e o o 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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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ur poor 下面是一个开口的 和一个闭口的 好 好 下面跟我读一下 包含 E和O的句子 我认识不认识 我认识不认识 E和O 我认识不认识 E和O 你害怕这些识识 这些识识 是识识 你害怕这些识识 Bal Bal 好 刚才我们在读单词的时候 遇到这样一个单词 O E 然后加上E L E L 发E的音 O E在个别的词当中 也发成E 所以这个词读 L 好 下面我们做一个变音练习 我读几组单词 每一组单词里面包含两个单词 那么这两个单词呢 分别包含了 O音和O音 请大家呢 把这个听到的音的顺序记录下来 举个例子 如果你听到的是 我们这组单词呢 每一组单词应该是 O音的在前 O音在后 如果你先听到O音 后听到O音 请记录一和二 如果你先听到的是O音 后听到的是O音 请你记录二和一 先二后一 好 请听我读下面的几组单词 我每一组读两遍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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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Le L'O Le L'Ord Leur L'Ord Leur P Po Po Fleur F Fl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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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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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 S SAL 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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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R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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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面大家看一下 你刚才听到的顺序是不是对了 那我刚才读的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读的 我刚才读的这几组单词呢 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读的 请再跟我读一下 feu faux l'eau le l'art l'air peu peau fleur fleur ce sol saut seul père peau ne na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 第三个音 这个都是开口度比较小的原音 一是扁唇音 是原唇音 大家注意口型的变化 这是大写字母一 鱼这个字母 鱼 乌 习 书 书 书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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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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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给我读一下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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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v这个音呢,单独发的时候应该不是很困难,但是它和某一些原音合起来以后呢,可能有的同学会发音会不到位啊,比如说这个v,一定要避免把它发成了v,v要发出来,也不要把它发成v,因为你发成v的时候,v实际上是没有出现这个原音啊, 也不要把它发成v,因为v里面不包含v的音,一定要把v发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词要把它发成v,看一下口型,v,好,下面跟我读两个包含v和v的句子, je vais fumer dehors 这个词比较特别啊,先发de,后发or,连起来读 dehors,外面啊,我去外面抽烟啊,je vais fumer dehors 一般的句子,或者节奏组呢,都是先声调,后降调,je vais fumer,声调,然后降调,dehors 下面,vous ne voulez pas visiter ma ville 一问句,用声调来表示一问,vous ne voulez pas visiter ma ville 这里面多次出现v这个音,一定要把它发到位 vous ne voulez pas visiter ma ville 下面跟我读一下子和子这个两个音的练习 这最后一个单词注意一下,单数的时候,这个词读成v,没有s的时候读成v 复述的时候,f不发音,然后和前面的冠词有一个连诵 所以整个冠词加这个名词本身读作lese,lese 那么这个练习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竖着去读,竖着去读 那么注意一下原因的各种变化,ok 好,下面跟我读一下这两句话 pas de dessert dans le désert pas de dessert dans le désert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单词很相近,一个是desert,甜点的意思 一个是desert,沙漠的意思 只是一个音质差,两个词的意思完全不同 下面一句话跟我读 nous savons ce que nous avons nous avons 我们拥有 我们拥有 好,下面是h h 好,跟我读一下 我跟大家讲过h 发成这个小舌擦音就可以了 好,这个h在单词里面有时候出现在原音的前面 像第一行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是和另外一个辅音组成一个辅音群 另外也可能出现在词墨或者是辅音的前面 大家体会一下 rester, paris, euro, titre, presse, micro, saisir, tenir, torre, parler, chercher, porter 在辅音前面这个he不用发的很重 大家体会一下 我再带大家读一遍 parler, chercher, porter 好,下面我们学习一下这个一个语音知识 节奏,长音 法语当中是有长音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原音会读长音呢 在h, v, j, z, y, v, r 这些辅音当他在这个中读音节的末尾的时候 在中读音节末尾的时候呢 他前面的原音要读长音 那么这个长音的符号呢 用这个两点来表示 把它写在长音这个原音的后面 比如说这个单词 leur 里面的e要读长音 为什么呢 因为h,我们看到这个h h,它的位置是在中读音节的末尾 一个单词如果只有一个音节的话 那么这个音节显然就是个重音 leur, rive也是, v,它是在中读的音节 单音节,这样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中音节了, rive 好, village呢是两个音节 那么这两个音节,一个是v,一个是lage 一个单词的中音永远是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所以呢 这个lage是中音 那么在中音节里 词末是je 前面的原音读长音 v, village 大家体会一下 v是比较,相对于lage来说呢 发的比较短促一点 v, village 那么valise也是一样的 valise valise 法语的这个长音呢 不是非常明显啊 不用刻意的拖很长啊 象征性的这个拉长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节奏长音呢 注意一下 它 顾名思义啊 叫节奏 节奏长音 节奏长音 它是受节奏组合重音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 当它在句子当中 处于这个非重读音节的时候 那么这个长音呢 就自然就消失了啊 比如说 我们还是拿leur来 来举例啊 leur 作为一个单词 它自己就是一个重音 那么所以它 这个e一定读长音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还是er quelleur quelleur est il 在这句话里面 这是一个节奏组 句子很短 就是一个节奏组 在这里面的重音 在哪儿 这句话的重音在哪儿呢 这句话的重音在 il上 di 这个e上 一个句子 一个节奏组的重音 永远是在最后一个音节 所以 在这个句子里面 er 的重音 消失了 就是er 不是重音 既然它不是重音 长音也消失 所以我们不必要把它读成 quelleur est il 而是要读成 quelleur est il 每个音节平均分配就可以了 quelleur est il quelleur est il 这里面已经给大家注出来了 quelleur est il 重音 用这样一个符号 在重音的这个音节的前面 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好下面一句话呢 这个er 又跑到句子的结尾了 大家看一下 il est quelleur 意思和刚才这个句子是一样的 都是问时间 il est quelleur 那么这时候er 又处于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音节上 那么所以显然它是一个重音节 在重音节的时候呢 e的长音要保留 所以这句话我们读成 il est quelleur 有一点长音在里面 il est quelleur 好 第二个语音知识是辅音群 辅音群 辅音群就是两个以上的辅音相连 我们叫它辅音群 比较常见的这个辅音群是 辅音加l 或者辅音加he kl kl p 这样的 辅音加l 和辅音加he的这种辅音群呢 我们注意一下 它们是合起来一起去发音的 不要把它们两个分开 画分音节的时候也要注意 两个辅音合起来 算作下一个音节里面 kl kl p t 那么发音的时候 既然它是一个辅音群 我们注意 中间 两个音的中间 不要夹杂其他的音 比如说plus 不要发成plus 那是错的 我们加了r的音了 r的音 不要发成plus class 要发plus class class也是 不要发成class 而是class 同样的pratiquer也是 pratiquer 好 那我们看几个辅音群 练习一下这个发音 一个是kl 一个是kl 这个是kl class flame place clay sifflet appeler club fleur pleur 这个音比较特殊 这个音标 这个音标已经给大家注出来了 club cycle prefle naple 那么这个词呢 涉及到一个读音规则 就是r字母 r字母 当它是处在圆辅 圆辅圆圆的位置 当的时候呢 这个r字母是不发音的啊 我们把它放在方括号里面 只有r指的是r字母 圆辅 辅 辅圆 指的都是发音啊 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r指的是字母啊 那么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吧 这个apply apply 在方括号里面 这些都是音 画在括号里面的r呢 是提示大家 这有一个r字母啊 这不是发音啊 那么这个r字母 它是不是位于 圆辅 r 辅圆 圆 圆的位置 在这样的位置的时候 r 不发音啊 不要把它发成 abele 或者abele 或者abele 都没有必要啊 要把它发成apply samdi 也是一样的 r 是处在圆辅 r 辅圆的位置 所以呢 下面是符音群 fr 和vr fr vray frac vrac vrac sufrir souvrir souvrir 好 下面跟我读一下 pr tr k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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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 tr MARE bones tw Abgeord pow 这个词的C不发音 然后因为是开音节了 所以O就发成闭口的O了 不要发成Cock 而是Cock Pug Tuck Cock 下面呢 是一首歌曲 这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很经典的儿童歌曲 Fraire Jacques Fraire Jacques 雅克兄弟 或者说是雅克修士 这首歌的旋律呢 是和我们中文经常唱的 两只老虎是一样的 所以呢 请大家跟我读一下这个歌词 然后因为旋律大家都知道 所以自然就可以自己去学习了 好 先跟我读一下 Fraire Jacques Dormez-vous Dormez-vous Sonnez les matines Sonnez les matines Ding-dang-dong Ding-dang-dong Fraire是兄弟的意思 在这里面呢 指的是修士 Jacques是他的名字 雅克兄弟 或者雅克修士 Dormez-vous 这是个问句 你还在睡觉吗 你还在睡吗 Dormez-vous Dormez-vous Vous 请大家发音到位 Vous Sonnez les matines Les matines 是早晨敲响的 晨钟 晨钟 诗意大家要开始早课了 所以请你敲响 晨钟 请你敲响 晨钟 Sonnez les matines Sonnez les matines Ding-dang-dong Ding-dang-dong 唱这首歌的时候 注意一下 法语的 就是词末的 呃呢 一般是不发音的 但如果在歌曲里面呢 它是一个 一拍的话 这一拍落在这个 这个音节上的话呢 落在这个喝上 比如说 那么这个呃字母呢 是要发音的 把它发成 就是比较弱的那个呃就行了 所以呢 再跟我读一下 那么这一遍呢 我们把呃发出来 唱歌的时候 是要把这个呃发出来的 frère Jacques frère Jacques dormez-vous dormez-vous sonnez les matines sonnez les matines Ding-dang-dong Ding-dang-dong 好 这一讲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 再见